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的开市感浪 首先跟大家跟进欧美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连续第二天创新高 受惠必需消费品和能源股上升 不过苹果公司股价就下跌 限制了大市的升幅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市部22158点 上升39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部2498点 上升1点 纳斯达综合指数 收市部6460点 上升5点 个别股份方面 苹果公司低收0.8% 投资者担心 10周年纪念版iPhoneX价格太高 而且出货时间较预期辞 加上苹果公司股价由年初至今上升了3.7% 所以有部分投资者先行获利 至于在美国上市的港股预托证券就个别发展 汇丰表现偏远 折合港元部75.53点 中移动部82.03点 中联通部11点 中人寿部24.17点 三通右都向上 中海邮部9.31点 中石化部6.17点 中石邮部5.04点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倫敦富士100指数部7,379点 下跌20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 收市部12,553点 上升28点 巴黎Cat指数部5,217点 上升8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国际油价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升 国际能源署表示 全球原油供应过剩的情况有所改善 抵消了美国上星期原油存股大幅增加的影响 纽约旗油收部每桶49.3美元 上升1.07美元 倫敦布兰特旗油收部每桶55.16美元 上升了89美元 纽约旗金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 受到美元上升 市场对黄金的需求减低影响 纽约旗金收部每桶1,324.2美元 下跌4.6美元 美元回价上升 市场关注联储局加息的时间 美元对港元报7.8123 日元110.49 欧元1.1887 英镑1.3208 瑞士法郎0.964 家元1.2169 欧元0.798 樓元0.7245 美国国负债券方面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19厘 3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79厘 今个环节 我们请来Stanley 跟我们跟进美股的情况 Stanley 你好 你好 美国的税改方向持续有进展 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 昨晚美股的三大指数 都连续是第二个交易日 创了收市的新高 有消息指 美国的税改计计划 将会的大线在9月尾就发布了 总统特朗普都说 会努力和国会尋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希望下条公司税 让美国的企业 可以将海外的利润带回到美国 不过联储局下个星期 或者会公布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或者情况 会不会为美股的后市 达来一些不確定性呢 其实我觉得是两体 基本上先说说缩表的因素 按道理呢 因为联储局那边 你都可以说缩表是事实必行的 基本上是正在做的 但问题是说 第一 如果是今次开始有缩表的做法 应该都是按道理 都是100亿美元正在做的 就是最低的数字 如果真的做的话 对于美国的影响 我相信开头的时间 就不会太大 但问题是 联储局方面 会否有一定的 既定的部署 例如今次100亿美元 可能是下一次的时间 他会怎样做法呢 甚至乎 究竟之后 会加上去的那一刻 什么时候会加得比较多呢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缩表的因素 你可以说 现在对于后市来计算 其实是不確定性相对比较多些 因为我没人知道 缩表之后 究竟对于市场的影响有多大呢 这个 是一个比较难去预测的情况 但如果你以回 现在美国的当地的经济状况 因为之前的时间 也有风灾的因素影响 所以变到加息的机会 其实现在都可以说 你可以六四支比 即六成的机会就不加 四成的机会就不加 因为破坏力和之前大家的预期 是有少少的记录分别的 即之前大家都可能 预期的影响会很大 但现在看下去 就好像比想象中为小 所以变成了你说 究竟加还是不加 即年代加不加息的情况 看看联储欲今下星期的时间 议息的时间 有没有机会 可能和大家都会透露多些少 至于你说好像税改 其实过去这几天的时间 税改都有比较多些消息 甚至乎你可以说 即是隔晚的时间 这个叫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 他也有出来说到 是25号 根本月是25号的时间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税改方案的框架 都变成了这种做法 因为如果你看过去那几次的时间 特朗普也有说到一些税改的事宜 但似乎真的只有一个说字 其实你说没有很详细 跟以往 可能你说上次 阿列根那次的税改相比 这一次就真的过于简单 一脚起两句子 基本上你都不知道 它究竟是整个市场怎么做 所以你说如果今次公布出来 是有一个比较框架的 甚至有比较多些消息的时间 我相信市场是受落的 是购买的 但当然 税改那些内容 究竟是怎样定化 甚至乎 因为现在有个数据 就是说企业税方面 是一成半 这个究竟是否做得到 这个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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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原先预计是减到一成半 现在是三成 但他们都说减到一成半 基本上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可能透过其他一些的形式 做到这个效果 但你可以说 税改里面的内容 一些比较关键的内容 对后市 对美股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因为如果你看过这几天的时间 美股其实升了些什么 最主要是升税改 以及升了一些金融股 那边的情况是比较显著一些 但相反其他的板块 其实比较上又不太出色 反映了一些 大家对于税改 依然有些比较大的憧憬 所以如果在这些时间 出到来 可能又是一致空文 基本上又是 可能那些事情 又没有很详细的内容 到时市场 可能会比较失望一些 到时美国的调整 其实这个不出奇 尤其是现在美国的声势 最主要都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自己觉得 美股的后市方面 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人忧 好 跟着说完美股之后 都和Stanley 讲一下香港的股市 好 看到港股昨天先隔后低 恒指最多跌220点过 用一度失手了十天线 幸好最终失而复得 不过暂时看到恒指 好像没有什么方向 反而子业、教育、汽车、水泥板块 昨天就大炒、突炒 当中的股份都有显著的升幅 是否投资者都可能炒 估不炒市 或者当中有没有哪些板块 大家可能要盯确 要盯确 其实你说现在讲到市 最新的市况 比较偏弱了一点 不得不成就是说 其实港股这一段时间的表现 自从业绩之后 其实走势是有些转差了 为什么呢 你记得几次的时间都突破不回 而问白这个水平 反映到这个维市的阻力 都真的比较大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这一段时间 美股升 说我是跟不到的 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状况 因为刚刚提到的 美股现在这一回合升上来 最主要都是因为 纯粹自己的一些内装因素 例如说税改 还有这些 叫做 可能你说 一些保险股 就是一些反弹 导致美股做得比较好一点 但是相反 你说港股这一边 其实有没有一些 实际的帮助 对于这个市况 其实没什么 可能大家之前的时间 是炒一些业绩的憧憬 但是出来之后 大家记得到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第一转 市要靠什么的因素 才可以有一些 比较大的突破 都可以看A股的行情 因为现在你看回 其实没有 我现在这段时间 我经常都说的 你的港股要升上去 是没有一个趋化势 所以你说之前炒业绩 炒其他因素 已经炒过了 而业绩方面 大南省方面 你说四大股 真的没有爭气 所以这一排 你见过市场跌下去 其实跌些什么股份 就是四大股份 就是那三只的 叫六内 即是来人股 其实那三只今天 都跌得比较多 都拖累了那个痕子 做得比较差一点 但是如果你以后市方面 看实际A股的变法 A股好的话 我相信港股不会怎么差 这个我们在下日后 之后的情况 假设A股有突破的时间 可能港股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有机会挑战到28,000 这些位置 但是暂时来说 都是27,000 不是28,000 这些位置 都是要先拉住 但是反而有很多板块 例如这些 这几天的时间 一些汽车股 甚至乎一些 一些叫做子业股 那些板块 基本上都是长升长有 都升到没停过 好像今天为例 你见到九指 现在每个个月 都仍是有一升 当然这个也要和 公司本身 一些落在的因素 有些关系 因为的而且 指甲不断上升的时间 对它有帮助 还有在隔晚的时间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 在9月20日 就是这个 叫做联署局 以色的日子 对不对 除了这个事件之外 当日 也有另一件事 会发生的 是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阿里巴巴 就会宣布一个新的 叫做 可能隔一一日 有一些新的活动 所以这个活动的原意 可能也是 叫做 可能帮一些 可能电子产品那边 可能主要打这些市场为主 但是 假设 你做这件事的时间 只不然 又会令到那些 可能用纸 那方面 即包装纸那边 那些量 又会大了 所以变相 你好像今天来说 这些职业股 是拆掉你的因素的 还有你看到隔晚的时间 不单单是眼泥巴巴升上去 京东这些都升上去 所以你可以说 其实是大家 就是拆这些职业股 甚至乎你一排的时间 是保持好消息公布出来 所以我相信 职业股这个办法 都依然可以说 就是有些 会有 仍然有多的资金 可以说是部署 那 除此意外 都不止他们的 你好像以一些 安法海洛这些 就是一些 博通升很多 回来拿 就是这个 水利股 因为有些 有多消息 就是说 可能是这个 叫做水利格价 升了上来 所以今天 豆弹都比较好 你有这些主题板块 都会有些资金 会追逐住 所以按道理 如果大家现在 转买货的时间 可能短期的时间 都可以加一些 比较强实的股份 会比较好些 知道 就有这个子业股 和水利股的Stan 我已经已经 好 之后就问了Stanley 这个A股行情 因为刚才Stanley 你也有提到 可能港股的走势 都要看看A股的行情 是如何 现在A股 大家都可能期待 19大 也是 19大之前 大家都说市场 可能会维稳 可能都会利好 A股的走势 过往 16大 17大 18大之前 A股都是保持上升 不过会议之后 可能会有下跌的机会 还有 看到昨天A股也是做好的 不过 互心量市的成交 就有所缩减 大约是5300亿元人民币 是不是大家都打算 趁现在高位 可能趁19大之前 吃一吃户 先获利呢 我没有两体 当然 如果之前的时间 一些说法就是 一些叫维稳的措施 甚至乎昨天都传出来 就是说 现在一些叫做证券行的高管 都好像说 这段时间不准放假 就是可能要stand by 随时 可能要 可能不怕市场 一些动不动的时间 一些高管出来 叫做撑住 那你反映回现象就是 就是内地都很紧张 可能那些消息 但是也反映回 就是说 内地对于那个 A股市场的看法 都越来越重视 你说 筹调大之后 是否市场一定会想 或者一定会有些回调 我觉得未必是 因为反而是 就是说第1转 今年那个行程 特别是A股的表现上来计算的话 年初至今的表现 不算特别好 就是你都可以说 其实在传游股市场里面 A股的表现都做得 不算是太过理想那一只 你说到这个场合大之后 那你都很快 下年的时间 你都会叫A股是入魔 那这些对于它 又有些帮助 所以我觉得又 不需要太过悲观 就是反而第1转 我经常都见 之前都说的 预测都说的 A股的行程 下半年不会怎样差 所以有货的话 我都会记得 先拿着它 好啊好啊 多谢Stanley你的分析 但现在暂时 恒指在跌37点 报27861点 而国企指数 跌17点 报11172点 好啊 谢谢Stanley你的详细分析 今节暂时跟你谈到这里 我们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要财Money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 1322.03美元 买出价1322.31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7.7391美元 买出价17.76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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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